那就好,那我時間再交給BENCY 好,大家好 我這邊要帶來一個在公共議題上比較少見 可是大家又很常談的議題 那交通是大家比較少談 但是人權是大家蠻常在談的事情這樣 那之後我等一下會用一些我認為比較貼切的比喻 那如果講的大家覺得不太好的地方 我再修正這樣 那我們大家每天可以決定你星期一早晨可以睡多晚的因素 大概除了你半夜幾點睡之外 還再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通勤時間 那當然這通勤時間也會決定你多晚回到家 那你可以多早睡覺 那這些通勤時間其實會根據政府的很多的規定有關係 那我拿捷運站來比喻好了 如果有這項規定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合不合理 然後悠悠卡你的顏色是白色的 你就不能走樓梯也不能使用電腹梯 你就必須走無障礙通道或升降低 聽起來很奇怪 那再來你從高鐵或機場轉乘的人 可以想像你可能會帶很多大型的行李 但是他一律規定你必須要把行李 你如果要使用記錄櫃 你只能放在大型的記錄櫃裡面 那再來穿拖鞋的人 他為了避免你攪半島之類的 你在走路的時候你只能一次走一階 然後再來是開放紅色悠悠卡 因為剛剛有白色 那我們現在在規定一個紅色的悠悠卡 當你要使用電補梯的時候你可以用 但是必須要經過捷運局他們公告可以用的手補梯 可是他們做了10年的評估 還在評估中一直沒有開放 可是他們說他們有開放的辦法 那最後一個是 當然你沒有上健身房的民眾 可能身材會比較瘦弱 那你沒有那麼強壯 所以為了保護你的安全 你走路的時候請靠右 以免被撞傷 這看起來很奇怪不合邏輯 但是這些東西在台灣的街頭 或是隨處都可以見到 比如說為了你的安全 所以我們這個車道 這個路段 這個橋樑 或這個隧道 機車不能行駛 那或者是說為了你的安全 所以你必須要使用兩段式左轉 即使你會開車 你還是必須使用兩段式左轉 就因為你騎了機車 或者是說為了你的安全 那你騎機車請靠右 那再來是為了你的安全 所以你騎機車就不要上高速公路了 你要就一定要開車 那其實這些 在最後一個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 因為重機大家都覺得很大台 那你如果停在機車格裡面 大家都覺得重機很貴嘛 那如果刮到的話要賠很多錢 所以政府都規定你重機不能停在機車停車格裡面 其實這些問題 就只是一個尊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大家在路上 我們每個人出門可以選擇 使用捷運使用公車 那當這些大眾運輸 沒辦法滿足你的需求的時候 你勢必要使用自己的個人的私人載具 私人運具 比如說要買開車要買騎車 但是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機車跟汽車他們兩個 其實是屬於同一個層級的 他們都是屬於機動車輛 其實他們在法規上應該是要一樣的 但是我們的政府有很多 啟示上的規定 讓機車變得很不方便 也讓它變得很危險 那當你選擇騎機車的時候 其實你有很多權力是被剝奪 比如說你快速回家的權力就沒有了 因為你不能使用便捷的路段 比如說台北市很多高架橋 那你如果是騎一般白牌機車 你是不能上去的 但其實你從永和要到行天宮 你如果可以走高架橋 你只五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你如果是騎白牌機車 你必須要花費三倍以上的時間 這個是我認為在交通上 讓我們的人權受到壓迫的地方 像這個是最近的新聞 3月7號前幾天上個禮拜 那邊本來有一座高架橋 左營高架橋 在以前下面有個地下道 因為高雄的鐵路要地下化 所以它地下道必須填起來 填起來之後平面道路就有一條馬路可以走 平面道路通行之後 機車就不准走高架橋 那他們編了很多理由 從上面可以看到什麼 針道的問題 或者是什麼 會有上面很彎 所以機車行駛很危險 但是他們其實 他們根本沒有科學的證據 可以證明說機車在上面很危險 他們只是因為地上有路了 所以他就不給機車走橋上的路 這個當地居民也有在抗議 但是交通局他們根本就不理 我們機車組的反應 那在台灣有很多路邊的標語 他也是用恐嚇威脅的方式 在告訴你說你騎機車很危險 你最好不要騎機車 但是他這些14車禍 9次機車騎士受傷害的來源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能使用安全的道路 不能使用沒有在安全的環境下行駛 那我們都知道政府都會宣導說 叫機車靠右騎 但是我們的汽車駕駛其實是在左邊 那死角是右邊是比較多 所以你看很多那種內輪差什麼的 都是從右邊過去的 因為我們長期騎車的習慣都是從右邊超車 當大型車輛在右轉的時候 那邊的死角就特別嚴重 其實台灣我認為我們現在是在交通戒嚴的狀態下 因為我們要通勤需要使用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買車 但是我其實只有一個人 那我的通勤路段又必須使用高速公路 所以我就被迫需要買一台車 因為大眾運輸不一定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每個人都買了一台車 像內湖的問題就是這樣 上面很多商辦 那每個人都開車 路在大條 那邊的交流道也拓寬了很多次了 那怎麼拓寬怎麼塞 那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其實是政府說的 因為他規定了你只能開車上高速公路 那像我們台灣很多山水很漂亮 可是你不能在上面划船 那四面環海我們還不能出海釣魚 一次罰就罰5到15萬 是非常貴的 那我們的交通需要翻轉 這個是我們每年歷年的死傷的成長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死亡率在去年又拉高了 那受傷是四十幾萬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美國戰爭都沒有受傷這麼多人 那我這邊就大概講到這裡 下面有一些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一下這樣 那覆錄是我們之前做的 跟進行計測有關的簡報 大家會後可以花時間看 謝謝大家